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國的益勇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眾所矚目的國會擴全這個視線案 今天進行了延遲辯論 總統府行政院監察院三大秘書長 親自出庭論述 創下了憲政體制的紀錄 不過擔任立法院代表的黃國昌 竟然在投影片又寫說 綠人你不能 這種政治口號 他自以為是在開直播嗎 是的 黃國昌他就以為他在開直播 不過這次的辯論和黃國昌合作的 還有一個人 那個人叫翁曉玲 那顯然黃國昌是很認同翁曉玲的 那翁曉玲不只是藍 有人說他是紅 黃國昌也認同嗎 不知道 不過兩個人在憲法法庭的庭內 庭外都是媒體矚目的焦點 因為我們看到了翁曉玲他說了什麼 他說林洋沛能夠得到奧運金牌 是中國人的驕傲 惹火了不少人 朱立倫還幫他解釋 他說中國人的驕傲 指的就是我們的驕傲 所以把朱立倫跟翁曉玲兩個人合起來 那也就是說林洋沛能夠得到奧運的金牌 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這就是朱立倫的態度嗎 朱立倫不但沒有阻止他 還幫他變成我們的驕傲 變成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所以我昨天碰到了不少 其實也是朋友 但是我也知道政治立場他們是比較偏難的 他說他們在說什麼 聽都沒有 他說翁曉玲應該道歉 他會害死國民黨 這是有一些人這樣講 是不是全部不知道 但是我碰到了至少大部分的人 提到這件事 認為翁曉玲應該 應該要道歉 不過翁曉玲仍然不道歉 這和亂講金牌銀牌都是中國的小粉紅 有什麼不一樣呢 所以翁曉玲說是翁粉紅嗎 每個人都在問 不過看來黃國昌翁 翁曉玲 似乎想要激發更多 臺灣人民的怒氣跟憤怒 但這樣子照樣的 第一個人可能就是謝國良 基隆市宣委會表示 查詢單只有寄出一千四百四十一封 換句話講 他們送了三萬四千份 扣掉了這一千多份 霸梁投票應該是辦定了 也就是第二次的連署 第二階段的連署 應該是順利通過了 不過會不會以後 基隆市民要找市長 都要到基隆街上去找呢 這個滿有趣的 所以顯然的 這個議題值得大家來探討 因為顯然基隆市的罷免投票 已經開始如火如荼 馬上就要進行了 所以我們針對這些相關的議題 值得好好的來探討 現在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資深媒體員 我們的邱明玉 明玉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新北市市議員 佐冠田 冠田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資深媒體員 林玉慧 小芳 大家好 我們台灣醫事 法律學會執行長 羅俊軒 羅醫師 永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的法學教授林志杰林教授 永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臺北市議員 張委員 委員 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憲法法庭延遲辯論 今天展開府院三秘書長出庭 創憲政體制的紀錄 這個蠻有意思的 總統府秘書長 彭彭安 行政院的秘書長 郭明昕 還有監察院秘書長 李駿毅都親自出庭論述 彭彭安說 立院行使人事同意權 不能夠擺爛 所以維護憲政是耐清者的使命 立法院當然得 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但不等於可以修法 課與總統在憲法上 所沒有的義務 總統的義務 你不可以隨便用你的法律 給總統這麼大的義務 立法院當然有人是同意權 但也不等於可以用擺爛的方式 不予審查 造成憲政機關運作的困難 這句話是蠻有道理的 不過汪小玲說 司法院不應該受理釋憲 否則就會蒙上政治化的污名 不過到底誰政治化呢 所以看看黃國昌的PPT 他在憲法法庭用這個簡報說 綠能你不能 這是不是憲政的問題呢 當然不是 這是什麼問題 這是政治化的口語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 鑑定人建議什麼 應該認定國會執權 法案無拘束力的訓示規定 即可核限 無拘束力那也就是 立法院忙個半天立這個法 立一個沒有用的法 沒有拘束力沒好的 這個是蠻有趣的一個說法 那柯建民說藍白毀線亂陣 一拳獨大 韓國瑜周萬來要負很大的責任 的確 我覺得最大的責任在韓國瑜 因為周萬來只是一個聽命行事 不過周萬來你如果你的建議 韓國瑜不聽 我覺得你這個秘書長應該辭掉 因為你是政務官 政務官跟你的理念政策不合 你就應該辭職 所以我覺得周萬來要有一點骨氣 你應該辭職來凸顯韓國瑜的錯誤 這才是正確的一個 真正號稱立法院的字典裡面 所應該有的一個封骨 那他會不會辭職我不知道 那我們來看一個相關的一個報導 國會擴權法案憲法法庭 進入言辭辯論程序 首先聚焦立法過程有無瑕疵 但是從沒有發生過了 除了舉手表決為不違憲 還有總統國情報告義務化 賴清德也發文 強調支持國會改革 但只透過修法程序而非修憲程序 就片面更動憲法權力分立的界線 身為總統必須挺身而出 總統府秘書長盤孟安也在憲法法庭上 表達總統意見 立法院當然得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但不等於可以修法 就可以總統在憲法沒有的義務 黃國昌委員在上一次說了一句 總統不來好像也不能怎麼樣 定一個訓示規定建議性質不真正義務 這有意義嗎 雙方有沒有和解的可能 也就是麻煩立法院自己去把這一條刪掉 但是也請總統履行他的承諾 詹森林當起合適了勸雙方和解 至於國會的聽證調查權 大法官紛紛對院會決議 還有主席裁決的公正性提出疑慮 這個是由院會決議就可以把人家移送彈賀 基本上都是立法院自己說了算 抗議說不應該問這個問題 我有國法上的機密 主席說給我回答 如果這個主席是第三人 公正性基本上可以推定 可是如果是自己多數黨選的主席 能夠期待他還是請本黨委員能進 國會擴權法案釋憲戰 由於有七位大法官 11月前任期屆滿 外界預估最快11月 就會做出違憲與否的裁定 所以今天憲法法庭第一場早上 第二場下午 這蠻有意思的 所以明玉 怎麼來看今天憲法法庭的延遲辯論 對 剛剛勇哥講的 憲法法庭延遲辯論 就是要依法論法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黃國昌 他今天就開始這個做PTT 他的標題就叫做綠能你不能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政治口水 所以他表明就是說 我們要跟你談法律的意思 因為談法律他就講不過 所以今天你看 他就是被尤博翔大法官又給電報了 那甚至還被法官三度打斷他的談話 其實這個在訴訟上面是非常丟臉的一件事情 就代表說法官問你的問題 你回答不出來 當然今天所有討論最大的一個焦點 就擺在這個李權和行政院代表律師李權和 去電報汪小林的部分 那先來講一下 這個李權和律師當然就是高顏值 之前很吸睛 但是今天他怎麼樣子的來電報汪小林 讓汪小林臉色鐵金呢 話說汪小林之前不是 我覺得那標題很好很好笑 他說汪小林真厲害 一句話惹怒所有台灣人 就是我們的林陽佩得了這個金牌冠軍 就他竟然這個在微信上面就寫說是什麼 中國人的驕傲 好那李權和律師就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就拿這句話就來問家汪小林 他說如果有個部會首長 在這個林陽佩之後 在自己的臉書上面寫林陽佩說 金牌是台灣之光 但是他在微信上面 卻又寫的是中國人的榮耀 好那這個部會首長被邀請到立法院去備詢的時候 立委就問他這個部長 你自己到底是台灣人的部長 還是中國的部長 那你覺得林陽佩是台灣之光 還是中國的驕傲 如果這個部會首長說 我本來就是中國人 那不然是什麼人 不然是什麼人 抓到了 對反質詢我要被罰錢了 這部長就要被罰錢了 好那這個李權和就說 如果部長說 如果說這個是構成反質詢的話 你這個就是不尊重這個部長 他自己個人的國族認同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請問什麼是反質詢呢 哇賓果就直接中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 今天這個所有看直播的網友下面 當然就講說 這個愛死呂律師了 就說不但偷酸人 還這個鄭重這個標的 你還可以看到這個汪小玲 當時在被這個 就是李權和律師在發言的時候 汪小玲有照到他的臉 他的臉色一直發一直鐵青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叫什麼 什麼叫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這個什麼叫做反質詢 這就是之前我們要問的問題 你這個法律定義太 就是說太不專業 而且這個是不確定的一個法律概念 好那如果這個還不夠的話 事實上你說這個國民黨的代表 他沒有沒有有備而來嗎 他還是有準備 像那個葉慶元律師啊 他就一直在強調說 這個澳洲啊紐西蘭啊加拿大 人家都有禁止反質詢啊 為什麼台灣不行 可是我必須講啊 這個不用律師來打理我這邊直接就講了 事實上呢 他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都是所謂的訓事規定 什麼叫訓事規定 譬如說我們這個聽到國歌國旗 我們要這個例證 要訴例 但是如果我沒有的話 我沒有罰則 所以這些國家 包括他剛剛舉出的澳洲紐西蘭 這些他所謂都是訓事 就是你反質詢的話 我是可以這個訓事你的 但是沒有罰則 獨獨在台灣 你這個反質詢 他是有處罰 要罰10萬到20萬嘛 所以你光是業氣員 你去一直舉別的國家 可是你卻沒有想到別的人 是沒有處罰的 我們只是一個訓事規定 所以你這樣子馬上就被打臉了 立法院可以這樣處罰人民嗎 我要問的是這句話 大家知不知道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我再講一遍 法律優先跟法律保留 什麼叫法律保留 都是兩根支柱 行政法的支柱 這兩根支柱是不能毀壞的 尤其法律保留 就告訴你人民的權利義務 除了法律規定以外 還要經過法院啦 你也差不多 這麼嚴重的甚至有刑罰的問題 所以最帥的律師火力全開 李全合先嘴黃國昌後酸翁曉玲 剛剛我們的名譽已經講了 所以李全合還講了一句話 他說如果部會首長點出問題錯誤 釐清問題真意都可能被認定是反質詢 哇 這是為了政策辯護的溝通 釐清政治責任的必要 所以反質詢用這種方式來講反質詢 顯然是違憲的嘛 所以啊 尤柏祥大法官也再度電報黃國昌 他說喔 為了避免你最後又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第一句話先給他 黃國昌你最後都還沒有回答問題 所以為了避免啦 我這次提醒你 我要提醒 我聽了半天 你還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責任政治上選民如何對各位究責 你們立法人亂搞 討論都不給討論 在程序委員會 他就可以封殺人家的提案 這都是違憲的 請問選民怎麼對你們究責 尤其像你這種不分區 怎麼究責你要講出來啊 因為人民不能罷免你黃國昌你是不分區啊 我選民怎麼對你究責 黃國昌你告訴我啊 你都不敢回答 就黃國昌竟然怎麼回答 他說我不認為有任何問題啦 民進黨反對國會改革法案 在當時用直播的方式 大家手都舉得高高的 我們的立場很清楚 對於一般選民 選民要規則或判斷不會有任何問題 人家在問你 你人民要規則你 你不分區怎麼怎麼對人民負責啦 你怎麼被罷免啦 講一下啦 人家運動他回答是 所以顯然這個是一個法庭的大計 這個如果去當官黃國昌 你第一個要罰錢 第一個要被抓去關 所以由我想大法官就笑了說 你的意思我聽懂了 原來公開直播就可以取代議事錄 這是很浪費的事情 讓人浪費成這樣 教授怎麼看呢 其實早上有 本來早上我跟沈柏洋委員 我們是想要在外面直播 但他臨時被叫進去 所以只好我一個人在外面直播 那我有稍微解釋了一下 早上的這個程序 那剛剛幾位提到的 都是非常精闢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關於當時表決的 方式 那這次這個申請方就是 包括總統府啦 包括這個行政院 包括監察院 還有包括民進黨團 有共推了兩位鑑定人 一位是張文針老師 一位是林佳和老師 兩位都有提到在程序上面 那當然啦 按照議事規則 你可以用投票表決 你可以用這個舉手表決 可是如果一開始已經講好 大家都是用這個表決器來表決 你不可以臨時改為舉手表決 這是第一個 因為你表決方式會影響很大 這是一個突襲 第二個是就是剛剛 尤伯祥大法官 詢問這個黃委員的 他說 那你這樣表決的話 到底哪些人反對 哪些人棄權 哪些人沒有投票 沒有辦法被清楚的記載 在議事錄裡面 這樣會不會對於這些委員 他如何去跟他區域的選民來交代 有這個權利的影響呢 結果黃委員就說 不會啊 我們有直播啊 直播大家誰舉手 誰沒舉手 都看得很清楚啊 第一個我實在是很不清楚 因為當場非常的亂 第二個到底誰缺席 我也看不出來 對不對 不是如果他的直播為什麼 報到108個 然後有110票 你到現在沒有告訴我們啊 所以這個 為什麼108個人出席 可以投出110票啊 所以這個就是 由大法官直接問他 他說直播跟議事錄的記載 是兩件事 議事錄是非常重要的公文書 你如果偽造議事錄 還可能變成偽造文書的罪名 所以你該投票 你代簽名 這都有可能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我想部長非常了解 所以在舉手的狀況 跟議事錄絕對是不可能 以公開直播來去代 所以黃國昌就胡說八道嘛 黃國昌沒有解釋 為什麼你的直播 那一種直播 可以有一百零八個人簽到 結果直播有一百一十票投票 你告訴我為什麼啊 為什麼會有一百一十個人舉手 所以顯然他的直播是有問題啊 然後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剛剛我們提到的程序問題 沒有討論 那再來民進黨團 當然有他的法案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 民進黨團提出的 國會改革法案是什麼 因為你沒有討論啊 大家都沒有看過這個法案 這不就是很清楚的證明 你就是沒有讓大家討論啊 那這個裡面 早上還講到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包括剛剛我們講的總統 要不要來這個國會報告 那優伯祥大法官也問了一個非常犀利的問題 他說我國自從總統直選以後 總統是由全民直接選舉投票產生 所以總統是對人民負責 那不是立法院投票產生的 請問你如何可以由這個導出 他有義務要來立法院被你質詢 而且還要回答你的問題 這一點也是完全問而不答 他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大法官們就說 這樣聽起來總統可以來也可以不來 那你們一定規定他要急問急答 或者是問完以後來這個統整回答 到底你的法源依據在哪裡 這是國情報告 那至於反質詢的部分 剛剛幾位已經提到了 非常清楚的 表示反質詢是定義不夠清楚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藐視法庭的問題 調查私人 那這個也沒有提到 那道氏這個立法院方的代表有提 他說我們有一些法 像公司法、證交法、破產法 這些法也有規定說 人民要私人要具實回答 那這三法是在講什麼 他在講說公司已經被你搞到破產了 要重整了 那這時候公司的負責人 你是不是要對股東跟利害關係的人 要有交代 那人家問你說為什麼會破產 你怎麼可以避而不達 所以我們在公司法 在破產法就有規定 在這種狀況 公司負責人 如果從頭到尾裝死不回答 是要處罰金的 然後今天那個國眾兩黨就說 你看這也是私人啊 他也要回答 我說拜託你也不懂 這橘子比蘋果 他範圍是非常特定的 只有什麼人 這公司的負責人項目是什麼 就是在回答股東對他的問題 搞垮公司的負責人 不會啊本來就應該回答 那你今天國會調查權是 你寫相關人等 任何一個市警小民都有可能被你叫來問 你這情況 怎麼會跟這三法是一樣的呢 我覺得這非常錯誤 類別 所以我跟你說這幾個 國民黨還在大刀隊 對這點這點實在是 國民黨還在大刀隊 這點是不行的 我覺得這個對他沒有回答大法官的問題 這什麼時代了 現在是飛彈的這個時代 你還在大刀隊 我覺得從來民進黨就沒有說 他不國會改革嘛 我覺得這一點要非常清楚 所以啊 尤柏翔剛剛就是 林老師提了這個問題 尤柏翔提問關於總統 國情報告的問題 他說總統是對人民負責 不是對立法院負責 立法院怎麼可以 可以可以在立法院職權法 職權行司法裡面 把憲法徵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 總統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變成一個義務呢 你怎麼可以變成義務 怎麼可以呢 而且還要質問質答 變成質詢 怎麼可以呢 人家問你這個 很簡單嘛 你從美國的例子看得出來 請問美國總統 他對人民負責 他需要去國會跟你質問質答嗎 要質問質答嗎 有嗎 美國總統有嗎 也沒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都很清楚 所以小放 這說起來 今天這個延遲辯論真的是一個掀開的潘朵拉的盒子 看到原來裡面是這麼亂的一個場合 對啊 因為剛才其實主持人講得很好 其實我們的憲法不敢說是可以上外太空 因為有很多可以修改的一個地方 但是呢面對今天包括國民黨的這個黃國昌也好 翁曉玲也好 吳宗憲也好 甚至於葉慶元 我覺得他們在殺豬公 人家已經上外太空 他們還在殺豬公 我接下來就以幾張的圖片 有的是來自於憲法法庭上面 一些的這個代表他們所做的這個PowerPoint 來跟大家來做解釋 因為這一次第一個我們要討論的 有關於立法委員的職權行使法當中 其實他們為什麼我們會說他擴權 擴權的第一個原因是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這些法條 他們在修法的時候完全沒有討論 我們沒有看到統計數字 今天我終於看到統計數字 我不想知道智傑老師有沒有看到 原來他們總共修了四十四條的法律 總共只有三十九條 三十九條就完全沒有討論 三十九條完全是修四十四條 三十九條完全沒有討論 然後平均每條的討論只有三分鐘 他說有給你討論 但是有給你三分鐘的時間 對 就三分鐘你可以去報告 你可以上台報告 只有這樣子 那這個叫充分討論嗎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說 那公聽會 公聽會 這個比蔣介石那個萬年國會 那一些 才誇張 人家叫做萬年老節 這是當然不是我講的 這是朱高正講的 是 這些萬年老節 不必經過選舉了 比那個時代還差 那個時代都還可以講話 四十四條 結果這個時代 三十九條都沒有討論 完全沒有討論 只有討論四條 就只有這四條有討論 我第二給大家看 剛才黃國昌一直在那邊講說 討厭我們要用直播來代替 這個按表決器 那因為我們按表決器 就是剛才智杰老師說的 你到底是贊成 你到底是反對 甚至於你是棄權還是沒出席 這個是叫責任政治 我舉這張照片 各位請看 這張是五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亂轟轟 在那個表決的時候 這就是舉手表決的那一場 你看得出來誰嗎 誰在嗎 誰不在嗎 誰表決了他表達什麼意思嗎 這個叫做責任政治嗎 我就用這張圖 那各位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要用這張圖去打臉黃國昌 這個能夠說用直播去取代 大家按表決器去表達你的意見嗎 立法委員可以用這樣子舉手表決 大家都手舉高高 這樣子來表達是一個責任政治嗎 第三個我覺得今天 雖然鬼門開 但是我今天眼睜睜看到一個 活脫脫的一個殭屍道長 就是這一位 國民黨的專家學者 剛才講說是過去 馬英九時代的考選部的部長 他就叫做董師寶成 對 董師寶成 對 董師寶成 他怎麼說的 憲法 你們要修憲法 憲法要怎麼修 憲法要有明顯而且重大的危險 啪嗒 他就貼了兩塊的這個 我 膏藥 膏藥 好啦 就貼在 就像我這個樣子 有明顯且重大的 才能夠叫危險 憲法庭是用表演的 對 他就如圖 他就是明顯且重大的 這個缺失 對啊 所以他今天 他是國民黨推出來的專家學者 他先說 我剛剛講了憲法 不是明顯且重大的這個危險 你缺失 你才可以去修 不是 只要是危害到憲法的根本大義 或者是危害到人民 你該修的就該修 他說不是 要明顯且重大的才應該修 怎麼叫明顯且重大的 就是貼在額頭上 就像這樣子 這是他今天的表現 所以 當然有醫生在這裡 所以這裡撞一個洞 叫做明顯 有的人有肝癌 什麼癌 在肚子裡面 那個都叫不明顯 醫生 醫生診斷一下 診斷一下 所以有肝癌 什麼癌在肚子裡面都不明顯 但是頭上撞一個洞 叫明顯嗎 不過我還是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黃國昌跟翁曉玲 是被打臉的兩個人 不過這兩個人 今天做壞的 做壞的 尤其翁曉玲 有人說他不但是藍 而且變成紅 所以很多國民黨的基層 現在對翁曉玲是非常火大 因為他真的把國民黨給搞垮了 不過也有人說 歡迎他 歡迎國民黨繼續提名他 現在才當一個會級 還有三年半 最好再提名他繼續當部分區 讓他能夠當八年 所以還有七年半可以表演 這下次事情可大條 但是翁曉玲聽了一定很高興 因為他太優秀了 國民黨一個會級就可以知道 他應該可以連任立委 這樣是最好 有人這樣子假 不過要讓大家看 翁曉玲說 中國人的驕傲 他講的 他說林良配拿到奧運金牌是中國人的驕傲 結果朱立倫附和 是 我幫他解釋 這是我們的驕傲 所以中國人的驕傲就是我們的驕傲 是朱立倫再幫他進一步解釋 所以換句話講 這兩個人加起來叫做 林良配拿到奧運金牌 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這是朱立倫加上翁曉玲 朱立倫幫翁曉玲解釋 中國人就是我們 所以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這一句話讓網友更是沸騰 那基層的國民黨員 其實我今天碰到不少 他們滿肚子火 說怎麼這樣子解釋呢 朱立倫怎麼會這樣子解釋呢 來 先看個報導來 微信上一句 林良奪冠是中國人的驕傲 引發軒然大波 國民黨立委汪曉玲首度現身 毫不避諱再說一遍 從歷史 文化 血緣 還有民族的角度來講 我們就是中國人 這有什麼不對 中國人他不是對岸的一個專有名詞 我們身為中華民國國民 我們身住在台灣 我們同樣的是中國人 就是廣義的華人 他們可能畫錯重點了 那麼我認為說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翁曉玲可以自己選擇要當中國人 但是你沒有權力幫台灣的其他任何人 決定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在台灣我們就是台灣人 不只立委痛批 有網友在催上分享 汪曉玲在清大辦公室也被貼上 中國客座教授 中國人教授的紙張 發文網友怒嗆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別偷偷摸摸領台灣心 直接轉集嘛 林亞佩是台灣人的驕傲 汪上仁自己當中國人的驕傲 中國人的驕傲爭議延燒 彷彿成了關鍵字 在封曉玲也出席的憲法法庭上 行政院代表律師李玄和猛攻反質詢 也拿來舉例 如果有一個部會首長 他就也因為太感動了 所以他就是在自己的臉書寫說 這個恭喜林洋台灣之光 不過同時他要在他的微信也寫說 恭喜林洋中國人的榮耀 結果這個部長就被請到立院去做質詢 立委就問他說 請問部長你認為林洋之光 到底是台灣之光還中國人的榮耀 這個時候如果部長就這樣子回答他說 我們本來就是中國人 布蘭是什麼人 好 請問 布蘭是什麼人這句話 是不是反質詢 我想國人還是站在 以台灣為主體的角度上 為我們的隊伍 為我們的國手加油 這才是真正台灣人的驕傲 行政院長點到為止 台灣人的驕傲 變成中國人的驕傲 有多少台灣人可以認同 答案已經很清楚 所以看到了汪曉玲的 這些爭議的時候 他一會兒把他的貼文刪掉 一會兒又PO上去 然後最後呢 人家問他他怎麼回答 李洋跟王麒麟奪冠是台灣之光 是中國人的驕傲 這樣可以了吧 結果這個時候 汪曉玲他在寫這些發文的時候 他在他的名字後面都特別括號 新竹清華大學 就把清華大學的學生搞火了 你要胡說八道 你幹嘛在你的名字後面 故意加上一個清華大學 所以清華大學的學生火了 跑到他的辦公室貼什麼 這是中國人教授 中國客座教授汪曉玲女士 中國人教授汪曉玲女士 把他貼在他的大門口 學生非常火大去貼這個 所以在看到網友怎麼評論 被證明他應該會很開心吧 他當中國人就這麼自豪 千萬別失 失了就是傷害中國人的感情 所以汪曉玲你不要失 你失了以後就承認你不是中國人了 請追回他的薪水 他要拿錢應該去找祖國習近平 習維尼拿 這蠻有趣的 所以其實我今天碰到不少國民黨 當然也許有國民黨支持他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但是我碰到了基層的 對汪曉玲都非常火大 都不支持 他說他傷害了國民黨 讓國民黨以後選舉更困難 因為被貼上了 我們中國人這個標籤 所以這很麻煩 所以委員 你這基層 有幾個議員也說這很麻煩 這會害他們接下來的選舉 因為議員的選舉比立委更早 更麻煩 首先汪曉玲你看他整個出身背景 他其實是台灣出身的 但他在高雄 在高雄他是在一個眷村 他在當時的鳳山市的黃埔七村 他爸爸是台灣人 媽媽是外甥人這樣子 所以當然你說 大家還記不記得其實以前 在做所謂的國族認同的時候 問卷上就是你是台灣人 或我是台灣人 即使也是中國人 或我是中國人 有不同的選項 現在還是有 那也的確回到現在 單純回答我是中國人 這選項 在目前中華民國 台灣的社會裡面 是極少數人 這比以前少非常非常多 大概只有2% 對我記得各位說他 所以你回到郭曉玲 他現在他去講這個話 你說他個人對於 他這個所謂 他我是中國人 這樣子的一個認同 跟他這樣言語 當然我覺得在一個 言論自由國在尊重他 但我相信他講的中國人 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定指的是中華民國 那但是的確 現在回到國際的現實上 在講我是中國人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反應會覺得說 中國人是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會有人覺得是講中華民國 所以當然在這樣回到台灣社會的時候 一般民眾聽起來也會覺得 好像跟我一般的生活認知不一樣 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這也是說明的為什麼 我雖然不清楚這些所謂的 南營的地方議員或人士是誰 但的確有些人應該會覺得說 這樣子在面對選舉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利 就是不利多的一些因素 這的確是可能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那但是就是這樣子言論你說 早期到現在慢慢到現在 以目前中國國民黨而言 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這言論 或處理這言論 老實講我會覺得那是個人認同 只要他不叛國 只要他認為中國是中華民國的話 基本上我是尊重 所以我不會這樣去自稱自己 那最後回到我們黨主席朱立倫講的話 他說是我們共同都是我們的驕傲 那我我我我 我不竟然我有用過 會把他我們把他變成說 中國人跟台灣人共同 我會覺得他只是在迴避一個議題 講說都是林陽佩拿金牌是我們的驕傲 我們當然是指全體的所謂的 中華民國國民等等 我會覺得他只是透過這方式 來幫渥小林去圓這段話而已 不過其實汪小林有很多機會可以解釋 我所說的中國人指的是中華民國 他很多機會可以解釋 他不解釋 一直在強調就是中國 而且最後還講 兩岸人民的驕傲 後來人家講說 這就是兩岸人民的驕傲 所以範教授他的中國是包括台灣跟共產黨的中國 所以在這裡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是很頭痛的 汪小林稱林陽是中國人驕傲 卓榮泰行政院長說 站在台灣主體加油才是台灣人的驕傲 怎麼來看呢 有個 翁小林就是噁心嘛 我說真的 蹭金牌蹭到這麼噁心 你是中華民國 台灣有史以來 第一個 你如果真的 維園剛才講的是國民黨 一貫的論述 中國叫中華民國 那你就一字的講 我尊重 今天很多人護航翁小林的講法 他的背景啊 他的教育啊 那你今天在微信貼中國的驕傲 你在台灣也貼中國的驕傲 你就跟大家講 我的中國叫中華民國 主體你們在亂講 你違憲 那我尊重 我摸摸 我摸摸嘴巴摸摸鼻子 算了 他今天噁心是噁心在 給中國人看的平台的微信打中國人驕傲 回來台灣給台灣人看就打台灣之光 而不噁心啊 你就知道在台灣講中國人會被罵嘛 那為什麼 因為當林楊佩奪冠之後 中國現在有一種論述 終於可以說服自己了 第一時間崩潰了嘛 崩潰之後 先講說裁判有問題 喔裁判喔 你看那個壓在線上都不算他 那個藝影都算他喔 結果發現這樣自我安慰兩天之後沒有用 他們發現一套可以自我論述的方式 他們開始講 哎呀台灣奪冠也很棒啊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子你看微博一邊哀嚎 本來是哀嚎 為什麼哀嚎呢 因為中國的良王組合 敗給了台灣的林楊佩 但是他們現在因為翁曉玲這麼一講 金牌也是中國的也是中國的 對 不過翁曉玲我還是要質疑 如果你的中國指中華民國 你都大聲跟中國講 大聲跟共產黨講 那是中華民國的就大聲講 你為什麼不敢講是中華民國的 再來第二個 台灣很多選手需要你們在關鍵時刻發聲 比方像我們英哥的子弟那個林玉婷 前一陣子到昨天 IBA還在那個開抹黑的記者會 然後講說性別有問題拿不出任何證據 你看民進黨我們以及執政當局多少人站出來幫林玉婷講話 為什麼因為他需要你的聲援 包括國際的奧會也多次的出來跟大家講說 對 他就是自始至終是一個女性 你不要拿他性別在那邊開玩笑 在那邊惡搞 翁曉玲你講了哪一句話 沒有 朱立倫你講了哪句話 沒有 國民黨上山下下誰講哪一句話 沒有 然後結果人家得了金牌 你要趁我尊重嘛 國民黨趁到可以發兩百個雞牌還被罵 有各位說為什麼兩百個雞牌被罵 那個兩百個雞牌本來以為是給民眾 結果兩百個雞牌還發給黨公職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我不知道 我現在聽到 那兩百分自排之後給黨公職 黨公職加民眾兩百分 民眾拿幾分 我不知道可能國民黨中央要公佈一下 你怎麼會搞到兩百分是那個國民黨中央黨公職加 一般來講 就這個 這照理講分這個朱立倫發這兩百分雞牌 有成一點吧 黨公職照理講是不能擰 兩百分當然是給民眾 黨公職也是我們民眾的一部分 不給你 不給你 不過你的解釋 比翁曉玲棒太多了 講實在話 就是說講結論 就是說你真的很多選手 他在受到為難被抹黑的時候 希望你發生沒發生 有人得金牌你要秤還秤得這麼拙劣 最後一個 因為臺灣人打敗中國人 我們就是爽啦 講白了啦 我們打敗任何一個國家 打敗墨西哥打敗巴西 打敗任何國家我們開心 可是因為我們在國際上被中國欺負太久了 所以我們打敗他就是爽 結果你這個時候講 中國人的驕傲 大家當然罵你罵到底嘛 所以看到了汪曉玲稱 學者說自認中國人沒問題 但你不能強迫別人認同嘛 你要講中國人想要趁身量 那你就乾脆明講中華民國四個字出來 那我也沒話講 可是你就不敢講中華民國四個字 汪曉玲就是不敢講這麼多天 第一天被批判 我們第一天在這裡 就跟汪曉玲講說 你把這四個字講清楚 叫中華民國不要簡稱中國 汪曉玲到現在為止就是不講 林教授 汪曉玲很奇怪 叫他教授 我講實在話 叫他教授太沉重了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資格當教授 早上是有記者來詢問 他說學生在那個翁老師的這個辦公室貼 這個有沒有一些侮辱誹謗的問題 我說他應該不會覺得侮辱 他應該會覺得蠻適合的嘛 對不對 因為侮辱是指人格的貶損 但是他自己認為他是中國人 所以說他是中國人教授 他應該不會覺得他人格被貶署 對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不然這個光曉玲你就去告學生說 我不是中國人 你怎麼可以給我在門上貼什麼 我是中國教授 你就有膽去告 看中國怎麼反應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當一個老師 當然你有個人的認同 那也就算了 可是你今天是我國的國會議員 是立法委員 那你講這個話 其實他說這個憲法法庭 讓他穿小鞋 我覺得立法委員講這種話 才是製造中共讓台灣穿小鞋的機會 比如說像林玉婷 她的這個性別檢測爭議 其實我們很明顯的就是被歧視打壓 可是你看IBA的主席 就是這個國際 這個全集協會的主席 他就說 這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如果別人這樣講 我們應該嚴正的抗議跟反對 可是當今天這些話 是由我們自己的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講出來的時候 你叫外國要怎麼樣來為台灣聲張正義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實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妥 所以看到了汪小玲 真的 我講實在外 我碰到很多國民黨 支持國民黨的人 他們一直講 汪小玲會害死國民黨 不過看起來 朱立倫是很喜歡汪小玲 所以幫他把中國人兩個字 再加上我們 變我們中國人 朱立倫你太棒了 真的 所以朱立倫也要反攻大陸嗎 我不知道 翁小玲委員是要反攻大陸 這我不知道 因為反攻大陸是汪小玲講的 對啊 那他這麼支持翁委員 是不是也認同 翁委員要反攻大陸 這我不知道 不過他們兩個人加起來是我們中國人 已經傷了很多台灣人的心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不過在這裡 剛剛 剛好 我們林教授提到了 有關林綠婷的事 IBA說明林綠婷性別檢測 仍然沒有給證據 只能跟他說沒給證據 而且這個主席被問了以後 竟然歪題喊 台灣是中國的 我把這段念給大家聽 台灣全都林綠婷遠征巴黎奧運 卻被炒作性別的議題 作為爭議源頭的國際拳擊總會 台灣時間五日晚間 召開記者會說明此事 仍然沒有公開林綠婷的性別檢測結果 你不是說你有檢測 那你就公開啊 他不敢公開 就IBA主席克列姆列夫 名字很難打開 不過一聽就知道是俄羅斯人 突然強調 人家問他 他不但不回答 突然間跑到W去了 回答什麼 中國是我最愛的國家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要跟這個國際拳擊總會的 這個主席 我要跟你講 我告訴你 蒙古是我最喜歡的國家 俄羅斯是蒙古的一部分 我要講這句話 不知道你心裡會怎麼感受 因為的確你們俄羅斯被蒙古打敗過 而且蒙古曾經打到俄羅斯 把整個俄羅斯佔領了對不對 有吧 對不對 所以蒙古是我最愛的國家 俄羅斯是蒙古的一部分 如果講這句話 會怎麼樣呢 會怎麼樣 所以林玉婷的事件我們看到真的很離譜 怎麼來看 我先講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國際奧會 剛剛已經發表聲明 就是說以那個林玉婷已經參加六年的成年賽事 所以並沒有問題 所以國際奧會已經出來講 那我就說昨天這個國際的這個拳擊總會 他們的這個主席跟執行長都出來 那他是針對兩位選手 一個當然是台灣的林玉婷 還有一個是這個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的阿爾及利亞選手凱利福 那剛好這兩位選手都已經進了前四強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都是已經是那個銅牌保底 那就是要打這個冠牙 就是如果說可以再贏一場就打冠牙軍賽 那在這個時間點 結果你國際拳擊總會就出來亂 他其實就講兩件事 就講說我們就講林玉婷好了 他說林玉婷之前在這個參加市警賽 二零二三的市警賽的時候 有被檢測出來 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染色體是XY 因為女生的話是XX 那他說林玉婷檢測出來是XY 那另外一個呢 是指說他的這個稿酮水平異常 那針對這兩件事 那昨天他出來開記者會 那所以很多記者就問他 因為他又再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講 大家問他說 你檢測的標準在哪裡 你怎麼樣檢測 你的檢測的方法跟你操作 是不是有問題 證據拿出來就好啦 證據拿出來 就他沒有拿出來 他就拿一個模型跟大家解釋什麼XY 這還需要你還需要你講 哪個機關哪個機關檢測的檢測的報告 拿出來不就好了嗎 醫生在這裡 他拿不出來 對他就是大家反而操作說 你檢測的標準跟你操作 是有問題的 那大家第一個就問這個 第二個是說 事實上林玉婷他已經不是 就是說只參加這次奧運 他是從小 從這個青少年到青年 就一路打打打打打打到奧運 那事實上他也拿過六次的這個金牌 包括杭州亞運 伊斯坦堡這個市井賽 曼谷亞運 還有這個包括新德里的市井賽 他大大小小的金牌國際賽是他拿很多 而且每一次都有經過這個嚴格的檢測標準 為什麼前幾次都沒事情 從小打到大都沒有事情 偏偏就是在你去年市井賽 你這個國際這個拳擊總會就說你有問題 那所以昨天大家在爭論這件事情 結果那個國際拳擊總會 就是他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之後他才冒出來講說 這個用狗講的 就是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後來德國連德國的媒體都看不下去 德國媒體就反向他說 說你們這個國際拳擊總會 你們從這個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拿多少錢 為什麼突然冒出這句話 因為國際拳擊總會 他的主席是俄羅斯人 剛剛講嘛 事實上他只有一個贊助廠商 他一個贊助廠商就是俄羅斯的天然氣 所以大家會質疑有問題 我就要講啦 事實上大家會覺得這是一個政治操作 因為國際拳擊總會在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被這個奧委會 就是國際的奧委會 已經正式的除名了 為什麼 因為國際奧委會認為說 你這個國際拳擊總會 你裡面的這個裁判 基本上都有問題 甚至還有集體收賄 還有他的財務有嚴重的爭議 所以他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被正式的除名在奧運體系了 所以我認為說 你今天國際拳擊這個時間點 你這個出來亂 那我要呼籲 你中國不是 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嗎 結果你中國現在有出來幫林玉廷講這句話嗎 沒有嘛 所以大家才分清楚 誰是中國人 誰是台灣人 我還是一句話啦 如果跟俄羅斯講說 蒙古是我最愛的國家 俄羅斯是蒙古的一部分 根據當時蒙古統治了俄羅斯的那段時間來講 可以啊 用這個在講 這叫胡說八道 中國 其實我們來看中國 中國男子混勇接力賽奪金 英國名將風 中國的藥檢制度作弊就不算勝利 因為中國游泳隊有二十三名選手 在東京奧運被檢出有心臟藥物的陽性 四日在巴黎奧運男子混勇四百公尺接力奪金的四名中國選手中 有兩名就名列其中 所以其實會用禁藥的是中國 我們現場有醫生 從這裡來講 該給證據不給證據 扯到政治 扯到天然地別的 問你A 你不回答A 講到W去了 不然這個主席是在說什麼 整個事件是什麼 怎麼來看呢 我是覺得說這個國際拳擊總會 IPA很明顯的是 他不是在處理一個運動的賽事 他也不是在做一個我們說的專業上性別的認定 他在處理就是政治的事物 那我們剛剛節目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關鍵字 只要中國出現 本來很單純的事情 法律專業就沒有了 運動競賽就沒有了 就搞到政治 IBA他自己說 過去如果說假設有基因的鑑定 我們知道性染色體是最清楚的 XY那就是男性 那至於講到其他我們說身體的這些基礎問題 他有可能因為有個體的差異 本來人跟人不一樣 可能是一個光譜的一個狀況 有些人高 有些人低 也可能因為疾病的關係 會有一些我們說的搞不同的一個變化 這都不是真正的判準 所以染色體告訴我們說是XY 那就是男性 況且過去六年都是這樣子認定的 所以他講一句話說 中國是我最愛的國家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我們就昏倒了 各位 這是一個運動的競賽 這是一個專業的事務 你不能夠政治操作 回過來講 剛剛一開始節目講到的黃國昌 不也是這樣子嗎 各位 黃國昌說 綠能你不能 我跟大家講 現在全國人民都緊盯著 黃國昌 翁曉玲 這藍白的不分區一對寶 把他逼在哪裡 逼在牆角 放大檢視 各位 這張圖給大家看 剛剛提到說 國會沒有反擴權 我們反而是國會不能夠 致意的胡亂改革 然後我們知道說 總統是558萬票選出來的 是多數的民意 他不是放在國會被這些 亂七八糟的國議員糟蹋的 那我們也知道說 人民有憲法法論的基本權 不是隨便修法 就可以質疑侵害 這些都很清楚 所以黃國昌他沒有論述 開始講政治話 那另外呢 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為什麼台灣提供在這地方 要做這一次的 我們說的延遲辯論 台灣的憲政 不是早就很成熟了嗎 今天變的這些事情 所有的民眾都很清楚啊 你去問一個國中生或高中生 他說我們開班會的時候 都是把我們今天的議程 寫得清清楚楚啊 覺得好 就讓他表決通過啊 覺得不好 就討論之後就把他廢掉啊 各位有沒有討論啊 剛剛講的 多數都沒有討論啊 還有在講那個 舉手表決跟電子表決的事情 各位我們都清楚 在國會開會的時候 兩軍對峙 每一個要為歷史負責任 要有政治的責任 如果今天假設舉手表決 就是混水摸魚 更不用講說 出行108人 結果投出110票的問題 那我另外要講的是 翁曉琳 這問題更大 翁曉琳的言論 到底在做什麼事呢 我認為 翁曉琳還停留在 過去黨國的威權時代 黨國威權時代 38年建議的時候呢 他們是橫著走的啊 翁曉琳說 我們就是中國人啊 難道不是嗎 各位 翁曉琳有你自己的 文化的 血緣上的 歷史上的脈絡 跟情感 可是不要把你的神主牌 強壓在所有台灣人的身上 我們有我們自己 形塑國家認同的方法 跟歷史脈絡啊 那另外我要講的是 中國有很多種 但是不是每個都很討厭 如果你真的認為你是中國人 我要講的是 你就是我們心目中認為 最討厭的那種中國人 強壓著你的意志 叫別人吞下去 這裡有很多暴力 包括國衛多數暴力 包括肢體暴力 包括全制暴力 為什麼以前大家不著作這些事情 因為以前你們的國家暴力 放在上面 全部都不用發聲 你們橫著走 現在人民選出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執政的 本土政權 你們沒有了國家暴力可以做 結果就開始在這個地方 一直想要去擴權 所有人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最後我要講的是 台灣要停在這個地方嗎 台灣要一直這樣子 裹足不前嗎 今天的延遲辯論 老實說 雖然大法官還在執行他的職權 可是我們說的 社會審判早就結束了 請問所有人都認為這件事情是違憲的 難道最後憲法審查的結果 會是核憲了嗎 現在在走什麼 走你們故意忽略的程序問題 大法官就是要把程序完成 要還所有人民一個公道 以前美國有個學者 當然有人說他是政治教員 說他教育家叫杜威 他講過說教育及生活 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我要在這裡告訴大家 法律也是生活 法律絕對來自於我們的生活 你看看我們的民法 為什麼我們的民法 我們的繼承親屬 你看跟日本的不一樣 跟德國的不一樣 為什麼跟其他不一樣 因為那是我們的生活 所以大家知道 法律就是我們生活 翁曉玲跟黃國昌 似乎遠離了我們生活的部分 活在他自己的世界 想要用學歷 來霸凌我們的人民 你以為你是博士就了不起 博士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也是博士 我一直覺得我沒有什麼了不起 律師就了不起 我大學還沒畢業就考上律師 要比的話 比你起年還怎麼樣 我也比你年輕考上律師 所以我要指的是 那個都不是重點 而是說 你有沒有跟人民站在一起 法律一定跟人民是站在一起的 這才叫做人民的法律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 有一個人都一直沒跟人民站在一起 施政滿力度最後一名 在這一次整個來看 會不會進一步 馬上會有罷免的投票開始 這個叫做謝國良 謝國良的罷免案中選會說 基隆市宣委會已經完成查對 明天要明天要出審 所以換句話講 基隆市宣委會已經完成他們的工作 現在中選會要查核第二階段的連署 接下來過了 就會進行罷免的活動 罷免謝國良連署查詢單 一千四百四十一件投票 基層定局 因為查詢單只有一千四百四十一份 總共有三千四百 三萬四千多份送去 扣掉這一千四百四十一份 不管他有過沒過 那表示第二階段已經過了 基隆市政府說尊重查對的流程 當時他不是要送兩萬五千份嗎 為什麼最後只送一千四百四十一份呢 拆量行動發言人 林茵茵說 位如估算廣計兩萬五千份的查詢單 這是懸崖熱馬 因為人民都在質疑 所以人民質疑 人民的力量發揮了 讓他不敢亂搞 這才是重點 我們先看個相關報導 我們一直都有在做充分的準備 而且我們也預期 一個投票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金融市選委會7月8號完成數理 聯署名冊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八人 確定寄出一千四百四十一份查詢單 查對結果中在8月7號報告 並在17號提交中選會 以此推估即便剔除部分不合格聯署書 人工於罷免門檻三萬七百九十二人 罷免投票幾乎已成定局 但原本傳出查詢單是寄出兩萬五千份 和實際的一千四百多份有落差 拆量團體對預算編列提出質疑 地方宣委會懸崖熱馬 並未寄出估算表上面所述的 兩萬五千份查詢單 不過市民看到此現象也不免擔心 這是不是單一事件 還是基隆市府 市政運作前面都是像這樣 先提出極高的預算 後續再來調整 怎麼兩萬五千份我並不了解 可能最後還是要回歸到選委會 它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機關 像您講的 它最後是寄出了一千多份 那我想這個就是他們的 一個決定的結果 最後兩面臨罷免投票危機 不止藍營大咖紛紛到基隆僧挺 還不斷呼籲支持者出來投反對票 姑娘拆樑勢必持續糟崩 最終結果還牽動2026大選 國民黨把樑保衛戰備受壓力 所以從這裡來看 看起來謝國良罷免案 投票是必然的 再看 我們看基隆到底有多差 基隆的一般補助款 質詢率不到八成 這有夠差 結果謝國良每天在那邊九十度鞠躬 所以前立委沈富雄 他說什麼 平開直播問候民眾 謝國良能夠催出反罷免票嗎 沈富雄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謝國良可恨的地方 就在恨鐵不成鋼 讓人感覺太軟弱 一個人孤單單的深度鞠躬發文宣 這樣的做法是拿不到票的 反而讓人家看不起 讓大家看 基隆一般補助款 執行率不到八成 一百一十二年度一般性補助款 執行效率勸加的縣市 基本設施預算執行沒有達八成 第一名 基隆市 教育預算執行率偏低 第一名 基隆市 社福預算執行率還要帶提升 其實也就是講你還是偏低的 換句話說基隆市難怪在天下雜誌 這些相關的評比 他是所有縣市裡面最後一名 這種市長你覺得很堅守 怎麼來看呢 謝國良現在老實講 整個態勢對他非常不利 首先第一個 為什麼之前這個 既要回覆的這個郵件給民眾 從本來兩萬多份 現在降到只剩一千多份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證據還在這裡嗎 謝國良跟整個基隆市政府都在講 沒有啊 我們是查隊完才公布啊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當時這個經費估算表 你的郵寄費是估兩萬五千份 兩萬五千份要花一百多萬 來寄這個回憂 就代表你當時真的打算 兩萬五千份 是在你心中的數字 他打算硬幹啦 對啦 這兩萬五千份寄出去之後 後來發現不對嘛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這些公務員會被吃上官司 有可能嘛 有可能喔 對啊 為什麼我連署一次 你跟我講寄給我這個信州 我沒有回憂 你就把我剔除 你可能會吃上官司 你可能會被關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今天就算你寄過來啦 你把我剔除 台灣不是沒有法治啊 我們上面還有中選會 可以把關 每一個連署信 到底是不是你講的 可以把人家剔除 所以後來基隆沒辦法了 那現在只能認了 那認了之後 你之前說的奧部 也該告一個段落了 現在就是拼熱戰還是冷戰 謝國良 現在戰略有一點點 兩邊互相矛盾喔 你看起來他的做法 你說找馬英九來啦 找洪秀柱來啦 看板勢力 王洪威羅志強啊 這是熱戰嘛 那什麼意思 我不管你罷免掉我的 超過二十五%會不會過 我把它當成會過了 我要保住謝國良 要比你多一票 這是代表說 你所有人給我吹出來 熱戰 謝國良做得好 你沒有做得不好 兩邊來拼 可是謝國良 你現在另外一方面在幹嘛 又在搞哀兵 你有看過多個市場才贏啊 早上不用開早會 早上不用處理市政啊 早上就說我現在不是上班時間 站在火車站前面啊 站到上個禮拜不是發現 中華民國史上的奇蹟嗎 被那個一個堂堂大市長 被台鐵的基層同仁把他趕走 很丟臉嘛 那個基隆市民 看到我們一個市場怎麼變這樣 不過人家很有誠意耶 你看他鞠躬 你看這個 來來來 我們攝影大哥 take一下 這鞠躬九十度耶 對 這如果鞠躬 這如果我 但我這個老爺 連續這樣鞠躬三天 我可能就要送一月了 很有誠意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預測 如果照這個下去 選舉節奏 現在不知道做什麼 假設有三個月罷免 正式要罷免 選前三個月你就站在路口 那代表選前最後一個月 他會整個月 直接就下跪了 他是我看是不會跪 你看他腳佔得這麼直 不過腰彎的這九十度 我說一下 選舉今天看到彎腰九十度 而且不是在選舉時候 之前然後才第二階段 到處這樣子 這實在很奇怪 衛媛你選舉才有九十度 我覺得你應該不三個兩百 有 有九十度 選舉誰不九十度 我也有 我也有 我們都有 我們還要台灣人下去 不過有這麼多天 因為可能還有三個月才會投票 這三個月再繼續這樣子下去 這快送醫院耶 好啦我們講實在話 謝國良他現在不管他在街頭招手 然後或者是在火車站外面 發他的施政筆記等等 當然他對外可以說 這個是他這個整個施政政績 或者宣傳他的街頭是施政 那同時也的確 他是現在是擁有所謂行政資源的 接下來面對所謂罷免案的時候 他這樣的行政資源 當然有能挹注他 讓他比較讓街頭市民更接受 他目前的政績嘛 所以你說他現在出來做這些事情 的確他就面臨罷免案了 他就必須做這些事情 假如今天你在街頭都看不到他 我們要怎麼講他 你看謝國良 老神在在不怕被罷免 每天躲在市長官邸裡面 這不是也會被做文章嗎 所以他現在做什麼動責得救 其實都是會 不過為什麼會動責得救 為什麼出去也被罵 不出去也被罵 為什麼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嗎 沒有 因為現在的確在罷免案的當頭 所以當然大家都有意見 但我覺得這是他目前的確 他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包含你說站在入口對不對 早上我有聽民喻姐的節目 要講婦女票對不對 看到一個這個市長在那邊 然後每天是封車日賽 他現在策略又改了 他原來是站在入口 他現在已經把點越縮越小 他現在都有一些陪襯 就是一些可能國民黨當地的這些區立長 跟基隆的官員陪著他 所以他就是對著他們 來進行小型的市政說明會 他沒有再去那種大型的轉運站或車站 不過我比較有趣的是 預算送到議會的預算 就是要記兩萬五千份 為什麼最後只記了一千四百多份 這個其實我 這個你的猜測是什麼 我一直對於就是說 到底為什麼兩萬五千份 後來是冠廷你講的那個預算表 但其實那時候我在辯護的時候 一直心想說 如果真的退兩萬五千份出去的話 對他的罷免案不會是更有利 怎麼講 他或許這一次兩萬五千份透過行政的那個障礙 讓他沒辦法過 但你說他過了 罷免案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他是過一年之後還多了 之後可能會再進行另外罷免案 或者是如果不行的話 他下一次選舉也會被這個去攻擊 所以回到我們都有去講到高雄市韓國瑜 當時罷免案大概兩千多份 對啊 所以你說到這邊你說兩萬五千份 我認為好 我認為就單純的他們對於預算 先編列一個比較寬的預算 怕錢不夠用 沒有人寬到兩萬五千份 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 都被放你就好了 看一下 你當過議員你知道嗎 但我的意思是說 一千跟兩萬五差太多了吧 所以回到他現在的一千多份 也比較符合 就跟剛剛比較符合那個比例 比例 對啦 他這是真的 不過編預算編兩萬五千份 最後一千四百多份 我說這幾個金融的後 這種市場也該罷免 你連預算都不會編 笑死人了 連預算都不會編 你要計一千多份 你編兩萬五千份 你也差不多而已 所以換句話講 這就代表一件事叫無能 可以這麼講吧 所以小方 為什麼 為什麼基隆的補助款 那麼多 人家給他錢 中央給他錢 他執行率不到八成 這個是一個實際的統計 因為他是針對預算的實際的執行率 那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很多的民調統計的是 各地的民眾對於各地 你所處的城市的感受 謝國良你也是最後一名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了冠婷 給大家看的這一份的預算表 我現在是非常好奇 現在罷免是可以宣傳嗎 老實跟大家講 現在罷免是不可以宣傳的 但是現在很多的基隆人 在基隆的街上 你看到王鴻威跟趙少康 有沒有好大的看板 這又是趙少康 我們不同意 挺善良反惡霸 不同地方 這個是蔣萬安跟謝國良 這又是另外一個地方的蔣萬安跟謝國良 這個地方蔣萬安跟謝國良 好 這麼多的看板 出現在基隆 基隆不大 出現在基隆這麼大的地方 這些看板高高掛 預算哪裡來 你不要告訴我是二姓自己出 你謝國良自己掏腰包嗎 還是預算從哪裡來 他會不會是自己掏腰包 這個可能會是自己掏腰包的話 也告訴我們 讓我們修平方件 第一個現在 他家那麼有錢應該 因為他是個快樂成年人 他家很有錢嘛 自己掏腰包應該有可能吧 那那個 就算寄這個查詢單 也不用他 也不用這個編二倍金去寄 才一千多份而已 所以我的問題是 現在就算是你罷免 還沒二階段確定 你為什麼就已經在發動看板的公式 你為什麼就已經站在路上 所以呢 我希望說謝國良 你要有這個秉持初衷 你從既然七月底開始就站路口 一路要站到什麼時候去投票 一路站到底要站三個月 對啊 這樣練身體啊 來來 我問一下委員 我們都選舉過啦 委員我們說進行為 你大概什麼時候開始站路口 一個月前 或者是兩個禮拜前 沒有 我們我們新人比較拚 那個時候 之後我們站的真的蠻久 站的蠻久 他是兩屆的立委 而且是現任的市長 他現在如果現在到巴民 可能還有三個月 你多久以前站路口 一個月是正常啦 最什麼極限 兩個月是極限 沒有人站三個月啦 沒有停過 看他頻率 我講實在話 現在都天天喔 而且站路口也不會天天站 到最後一個禮拜 就真的天天站 因為我自己也選舉過 我知道 我選舉過 我第一次選舉 我也是新人耶 你當過新人 生命度比較高 你當過新人 我也當過新人 對不對 可是勇哥他如果真的跟人家 他真的拚了 如果他真的站三個月 會不會真的有市民 就是覺得深受感動 真的 搞不好苦肉計 不會 苦肉計 苦肉計 大家聽嘛 就是因為新人才要站路口 因為你站路口 是要讓這個不同的市民認識你 現在全臺灣 誰不認識謝國良 下次可以選省長 不過現在沒有省長可以選 選總統 那這個規格可以選總統 對 所以他站路口的目的是什麼 就剛剛委員長 是新人才需要站路口 可是他不是啊 全基隆人 誰不知道謝國良是市長 所以第一個你要人家現在才認識 你這也太誇張了 基隆的銀行是他家的 對 基隆的信用合作社是他家的 再來啦 他現在站路口 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說 罷免的時候要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站路口 反而對他是反效果 真的喔 對啊 你為什麼要出來站路口 你就是因為現在人家罷免你嘛 那你現在是擔心 大家不知道罷免這件事情嗎 所以你要宣傳嗎 這個有道理 羅醫師 不過我不理解 這有得力 這等於是自己在宣傳自己說 有人要罷免我 你們不知道 趕快趕快 有人要罷免我 到處通知喔 其實謝國良很多的行為 一直都讓大家沈默結舍 我們知道臺灣其實有很多的縣市 為什麼今天會繞得這個下場 所有人都盯住基隆 動輒得救 因為你就衝到東岸商場去啊 你就大諸大諸做這個民國初年 這個軍閥在做的事情啊 因為你就跟你的警察局長說 給他衝進去啊 我來擔保啊 我們是老大 基隆是我們打下的天下 各位 這就是謝國良 他過去做了這些措施 所以呢 我們在臨床上 看到一個病人來 發現他過度禮貌 over polite 我們怎麼想 我們不會覺得說 這禮貌很好 我們想說哎呦 這一定有原因 是不是你在前面跟別人 發生什麼醫療糾紛 然後很擔心被人家發現 所以來這邊就跟我很禮貌 我要特別的謹慎 我也跟所有親愛的基隆市民說 一個市長如果過度禮貌 不要輕易的原諒他 你要知道 有很多的家暴的人 他第二天都說 前面不好意思 打到這麼嚴重 不好意思 他們都會道歉的 你腰桿彎得越深 我反而去想說 你為什麼市長 要像沈乎雄說的 繞得恨點不成鋼 這樣的下場 可憐之人 必有可恨之處 沒錯 這句話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本來沒有會注意基隆的 就是因為你自己 有人說新人選舉 才需要鞠躬 各位 他不是新人 他真的代表什麼 他代表彎彎彎彎彎 就是改過自新 他要做新人 請你忘記 他在東岸商場 那種跋覆 可是我們忘得了嗎 包括他施政的能力 我們忘得了嗎 給你錢 你都不會花 本職選人 真的太差了 那我另外要講一件事情 大家要記得 本來他要投兩萬五千份 對不對 插訊單 沒錯 各位現在寄了一千四百四十一份 回來幾份 八百份 代表什麼 只有一半會回來 那如果兩萬五千份寄出去 有一萬多份都不會回來 不是剛好秤心如意嗎 還好所有人民的監督 讓他退再退 中選會的上級監督也很重要 但是我要講的是 所有親愛的市民 親愛的國民 要記得我們台灣是有法制的 是有憲政體制的 不管在國會在地方 這些人繼續毀宪亂政 可是社會有他運作的道理 是不能夠繼續把他抹殺掉的 再來我要講一件事情是 在這個線上 我看到很多錯亂的人 你衝到東岸商場的時候 意氣風發 大家衝下去了 我老大 我選上基隆市長 現在變成很禮貌 有一個人啊 叫做翁曉玲啊 一上次質詢說 怎麼不反攻大陸 然後叫你反攻 又不敢 這些人不都是精神錯亂嗎 所以當翁曉玲 繼續把握地指著別人說 我們中國人很驕傲 難道不是中國人 你講得越大聲代表什麼 你很心虛啊 所以謝國良 翁曉玲 你們講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從行為 從言行去判斷 你們心虛 你們沒有辦法當一個寸子的公職人員 不過看他在這裡鞠躬啊 真的是蠻可憐的 但是當你在認為他可憐 要同情他的時候 記住沈富雄 沈富雄講了這句話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我曾經我當那麼久的律師 其實碰過好幾個案子 我坐在後面聽了 不是我自己的案子 前面我看那個當事人真的很可憐 哭啊法官啊原諒我甚至跪喔 可是後來我特別注意那個案子 你知道法官後來判決書 仍然判得很重 為什麼 當法官的判決書怎麼想 他在庭上 雖然哭雖然跪很可憐 但考量級被他所傷害的人 所受的傷害回頭再看的時候 當他在傷害人家 刀子插下去的時候 請問他有流淚嗎 他有跪下嗎 他有把他送醫院嗎 他有後悔嗎 所以他的可憐 他的可憐是在於他還想繼續當市長 他的可憐不是在於他對他施政的錯誤 要向人民道歉不是 他的可憐只在於他想要繼續當市長 那假如是這樣的 那是更加可恨 不值得可憐 要記住這一點 就像那個法官講的 你跪下來 你掉眼淚 你跟法官跪 你的目的只是求得不要管我 至於你有沒有後悔去殺人怎麼樣 沒有 所以你看多少黑道這些惡人出去以後 跟他判清了又出去馬上又做壞事 所以看起來很可憐 不要忘記他的可恨 所以我今天要特別強調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 不要只看可憐 你要看他的可恨 這就是剛剛名譽講的 這樣子沒有用 沒有用 是不是應該 我是從我當律師的經驗 在法庭所看到的 法官的判決書裡面所寫的 來告訴大家 我覺得部長講的真的很對 不過謝國良市長 他也不見得是倒數第一名 還有一個我們新竹市 在跟他PK 對 但是這兩位 我覺得他在人格特質上 都蠻值得去分析的 你看高市長是另外一個類型 就是他完全的不認為自己 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非常強大的自我防衛機制 然後完全沒有不法意識 這大概是高市長的問題 那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其實公職人員選霸法是有規定 就是除了在徵求連署的必要活動以外 不可以對罷免或阻止罷免去做宣傳 所以其實在徵求連署的部分 當然可以因為我要徵求 才有人來給我連署 所以當下是可以宣傳的 但第一階段既然已經完成 就會進入後面的罷免程序 那如果你有這個其他的宣傳活動 其實這並不是選霸法規定是可以允許的 所以國民黨要去掛看板 或者去幫他助講 要大家不要去投票等等 我覺得這其實在選霸法上是有疑義的 那第二個是選霸法也規定 就像我們一般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有意圖使人不當選 這是違反選霸法 但是意圖使人罷免不成功 也是有選霸法的違反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罷免案的進行裡面 我覺得相關的法律的概念 新竹市政府也要特別的注意 所以其實剛剛林教授在講的時候 我一直在回顧當時我看的那個判決書 他當時真的跟法官跪啊哭啊 最後法官還是給他判中 為什麼 我記得那個判決書 最後法官寫了八個字 他說你要回顧他下手的時候 不要只看到他最後在法院的 當他被判的時候那種樣子 他說其下手之辣 其心之狠 不足以原諒 不值得原諒 我覺得這是這樣啦 其實這就是比如說 市長他在面對一般手無寸鐵 沒有執行公權力的市井小民的時候 他是高高在上 他是傲慢的 那今天有一天 我們為什麼會有民主制度 要有罷免這個制度 就是要讓這些有權力的人知道 民主今天你的權力來源是人民給你的 你面對權力來源你必須要謙卑啊 但是看到這個剛剛你講 他顯然有人說 他可能會拿到婦女同情票 你說不會 因為大家記住他的可恨之處 這個是蠻重要的 其實沈褲雄才會覺得說 你不要這樣做 因為今天如果他又不是要罷免的話 他也不可能出來這個鞠躬啊 佔佔這個路口 就大家知道說 因為你現在是要被罷免嘛 那回過頭來我是覺得兩件事 第一個為什麼本來說要寄兩萬五千份 後來只寄一千四百四十一份嘛 他也是會怕嘛 事實上我真心認為 西融市選會本來知道這樣幹的啦 不然他的那個當時的預算 不會去編 不會去編說兩萬五千份 因為如果真的寄兩萬五千份 那已經大反彈的啦 一定有人會去打官司 然後可能會提出相關的妨礙罷免等等的告訴 而且說實在的 而且這個會有刑罰 而且到中選會 中選會也不會啊 中選會也會有意見啊 因為他最後還是要承報中選會嘛 所以我認為說就是各方方面面 但是他一定是想要這樣幹 所以他當時的預算是這樣編 那後來也擔心說 這個這個反彈太大 輿論太大 連韓國瑜都不敢這樣幹了 結果他這樣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說最近在操作一個民調啦 就說什麼美麗島電子報民調 就說什麼不同意罷免的是比較多 多於這個什麼罷免同意的 可是我必須要講 如果你真去細看這個民調的話 其實謝國良才有危險耶 因為不同意罷免的 雖然有高達四十九點三 但是你真的去細問 這些人大部分都不會出來投票 他們沒有要出來投 反而是你三十九點九 就是快四成的人 同意罷免的人 這些有超過七成是要出來投的 所以你按照這樣子換算比率下來的話 他其實已經是二十六趴耶 二十六趴的這個同意 同意罷免的人會出來投票 那這會過啊 因為二十五趴就過了 所以會過耶 這會過啊 對啦 所以只要記得一件事 謝國良怎麼淪落到 現在要在那裡跟大家早安拜託 那是為了保住市長的位置 不要被騙了 他想要保住權力 他不是在後悔啦 所以那個民調 大家想說你看...不同意 你要不要再去細看 再去細算一下 細算一下這個罷免是會過耶 對